中國總理李克強最近很活躍 分析指與習近平搞清零搞擇了經濟有關 民間有清零清空了經濟的說法 經濟權重回國務院 李克強好像回到了前台 網上廣泛傳播李克強7月9日 在福建晉江考察的視頻 他微笑著向民眾揮手致意 不斷與永濟的民眾呼應 似乎他近來推行的一系列救經濟行動受到民眾的歡迎 反正他顯得比較輕鬆 這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7月1日 在香港主持回歸25週年期新政府就職儀式對比鮮明 習近平表情凝重 所有官員都戴著口罩 與習主席保持嚴格的距離 氣氛很嚴重 說是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 沒有一些喜慶的樣子 李克強去福建視察 主持召開東南沿海省份 政府主要負責人經濟形勢座談會 強調尋經濟還需要付出艱苦努力 他並沒有提到清零意志 他這樣表述 高校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他還說 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 中國都堅定擴大開放 要繼續以開放速改革速發展 賺外貿、賺外資 更好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 李克強最近一系列行動都是這個邏輯 說白了 防疫官員不可以掉以輕心 但更重要的是 不能忘記社會經濟發展 官方的新華社半月談 6月21日評論就傳達了這一訊息 尋經濟 這是一項比疫情防控更艱鉅的任務 必須保持充分的優惠意識和強烈的緊迫感 搞經濟不上去 甚至都沒有清零的本錢 中國經濟在2020年秋季得以恢復 後來變得形勢嚴峻 與習近平的清零封城有重大關係 5月以來 李克強採取了一系列救經濟行動 5月25日 李克強罕見召開全國10萬官員經濟電視電話大會 強調穩住經濟大盤 強調保就業保民生 6月初 推出反對清零一刀切的狗不准措施 6月8日 李克強指出經濟下行壓力依然突出 要堅持對外開放 他說這是中國的基本國策 中國經濟問題很嚴重 不要說彭博經濟有關中國經濟增長率 今年有可能跌至2%的危險 官方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 7月4至5日公布了 針對下半年就業和消費最新分析報告 也證實了經濟下行的嚴峻趨勢 報告指出 中國5月份的就業數據表現出兩大特點 一是疫情推升大城市失業率 而是千萬大學生畢業帶來的青年失業 繼續上漲 報告稱 中國失業率的持續攀升 和結構性失業問題的存在 講明市場有效消費的恢復形勢仍不容樂觀 實際消費需求和消費能力的恢復還需時日 即使如此 習近平也沒有絲毫放鬆清零的意思 6月28日 他在武漢甚至表示 寧可暫時影響一些經濟發展 也要繼續清零 BBC7月9日在題為 中國新冠病毒清零政策 對習近平造成危險的文章說 世界其他地方都在試著 與新冠病毒共存之際 中國是唯一仍然 將抗疫視為第一要務的重大經濟體 為落實習的清零政策 各地實施的封區封城 產生的嚴重次生災害 人民還能忍受到何時? 報道稱 如果共產黨還沒有對這一切有所擔心的話 它現在就應該要擔心了 假如居民再次被強制圈禁在家中 不難想像上海會出現的騷亂 報道分析 中國至今還要清零 因為清零變成了一項政治挑戰 習近平取消了任期界限 可以繼續掌權 權力高層 即使有人想阻止也沒有太多機會 文章認為要阻止需要幾個條件 政治機制 緊急事件 應對以上危機失敗 有足夠的黨員認定 繼續讓習近平掌權的風險 大於反對他的風險 文章指出 很難想像最後一個條件距離現實有多遠 中共最高決策層為什麽還是不斷強調堅持清零不動搖 上述分析認為 這個講明對清零政策懷疑已經在相當高的層面上存在 報道說 要說權力高層當中沒有人提出問題 將會令人好意外 很多個世代以來 中國的經濟一直是最重要的優先項 而新冠正在破壞它 文章的結論是 在距離中共二十大召開還有幾個月的時候 讓習近平放棄清零為時已晚 習近平必須挺過去 但這樣挺下去 是否讓中國帶來多麼嚴重的經濟後果呢? 法國蔡爾齊 巴黎大學教授張倫對本台表示 這種體制性的瘋狂就是如此 最高領導人他有自己的利益 他不管天下蒼生死活 他最大的考慮就是 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權力 自己的權力能不能穩固 一切都圍繞這一點來運作 何況 這個同時涉及到習近平 不願調整清零政策的 另一個重要的現實政治因素 二十大的權力乘計重組 是理解最近幾年中國政治的鎖匙 現在是各方暴疫的關鍵時刻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 習近平是絕對不可能輕易吐口放棄清零的 因為這是他的招牌 哪怕會造成極其嚴重的惡果 這就是前一段所謂清零造成 如此大後果依然 得以繼續的原因 即使是他最終不得不調整 也永遠不會承認 他之前做的是錯的 依然會說做得是對的 也會說成是 那個清零模式勝利的結果 因為中共這種政治體制 領袖是英明 正確的化身 領袖認錯就是權威的喪失 問題是 習這樣下去會不會將自己推到他所想要的結果的反面 影響他的連任 張倫認為 事態如何演變 怎樣發展 還有待觀察 但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說中國的精英層對習近平不抱希望 現在對習近平的不滿 在此開始下沉 這個趨勢最近因經濟的惡化 中產階級利益受損 下層生活艱難 因強制清零得以極大的強化 沒有這兩年經濟的惡化和嚴厲的清零措施 這種不滿下沉的速度 還不會有這麼快 顯然 他被自己挖了一個大坑 社會人心開始動盪 中國透過一帶一路經濟殖民方式 使很多窮國陷入債務危機 其中斯里蘭卡和上比亞相繼爆雷 而安哥拉也欠了中國220億美元以上的債務 幸好今年油價走揚 而還了中方3.51億美元 但根據上海福丹大學估算 指出 今年68個窮國 總計要償還中國的債務高達140億美元 但這筆數千億的爛帳 恐將成中國共產黨 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蘭堪之禮 最近政治局勢非常動盪的斯里蘭卡 其外債總額達到510億美元 而且在2026年以前必須支撥250億美元 同時今年也要支撥70億美元 其中欠中國大約有55億美元 以現今情勢看來 如果要償還此債 恐難上加難 非洲的上比亞 也是一帶一路債務陷阱的苦主 其外債高達173億美元 中國也是第一債主 中方對上比亞機場 高速公路及水電大壩等大型基建資融資金額 已經超過60億美元 由於中國的不理 目前與斯里蘭卡命運一樣 只有等待IMF伸出援手 安哥拉的情況最慘 在本世紀初 中國在安哥拉大撒幣 高達426億美元 其相當於2000年至2020年期間 多達了中國援助非洲國家總金額的四分之一 使得該國國民所得的百分之五 都要拿來支付中方的貸款利息 與本金 最近差一點就債務為讓 幸好油價上漲了 而幫助安哥拉 這個薩克拉爾南非洲的第二大石油生產國 減少對於中國的債務 今年第一季 對於中國的債務減少了3.51億美元 而借214億美元 在安哥拉新政府主政之後 就揚言要斬斷對中國的過度依賴 目前中國在當地的僑民 亦從30萬罪減至2萬人 根據上海復旦大學統計顯示 有多達68個窮國 他們今年必須償還的總金額 高達528億美元 其中北京就是最大的債主 估計金額大約有140億美元 同時預計今年有 月8個國家 國民所得的2% 都要拿來償還欠中國的債務 在俄烏戰爭通脹 和糧食危機等利空因素籠罩之下 這些窮國拿錢償還機會相當渺茫 在斯里蘭卡的總統 等哥達巴耶、拉賈柏克薩 坦城該國已經破產之後 全球開始專注了有哪些國家也會引爆 美聯社指出 有阿富汗、巴基斯坦、遼國、緬甸、土耳其、 尼巴嫩、新巴威、埃及和阿根廷等 等九國的經濟狀況易貧臨破產之邊緣 如果仔細研究就會發現 除了阿富汗想要加入一帶一路 而遭中國以毒不回之外 其他包括斯里蘭卡在內的九個經濟 已經陷入泥沼的國家 全部加入了中國所倡議的一帶一路 熟悉中國問題的美國知名學者梅文欣 在日媒暫文分析指出 北京在過去15年低貧窮國家提供高達數千億美元 現今這些窮國面臨了資本外途、缺糧 致使越來越難以償還中國貸款 也讓中國已經調入了自己挖的債務陷阱 但眼下也沒有什麼好選擇能從自己挖的坑裡爬出來 梅文欣在日經亞洲發布評論提及 隨著俄國入侵烏國 高通脹利率上升和美歐經濟衰退迫在眉睫 使得很多貧窮國家正面臨著 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 最嚴重的經濟困境 這些窮國在過去15年中獲得數千億美元的貸款 如今卻面臨資本外途和糧食短缺 這些低收入國家政府更發現越來越難以償還中國貸款 甚至有些國家積欠中國的債務比台面上的還要多 估計中國對發展中國所提供的微披露貸款 至少已經佔這些國家的GDP的15% 建議中 維持帶高通脹利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